Hello,今天跟大家讲23条通过了, 官方说障碍数据了安全隐患, 暂时按下去了,大家跌迷心水搞经济, 这是官方的意愿, 我从单一角度我不否定,大家都想安居乐谣, 但问题经常讲,你只是测证一点, 不看整个大气候, 甚至上现在大家要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说官方那个政治的紧, 他觉得我做好法律准备,他侧重了这点, 但官方经常忽略了另外一点, 就是你那个连锁效应带出来的民心的不稳定, 以至寒蟬效应, 因为现在的寒蟬效应不是官方说不要这样, 而是说自然有一班人,无论他是出于自己的恐惧, 或者是出于他的利益上要出位, 这个寒蟬效应是会加倍出现的, 官方说不要不要,你是控制不了的, 这个才是我们最关心最痛心的地方, 因为你这个是圈一八动全身, 不是官方你所讲的, 就是我那个压力或者我那个措施到此为止, 不是的,是吧,所以为什麽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 就是说大家要不要, 不要,即是说是自己无限上纲, 不要想着自己的利益,而是加强了寒蟬效应, 为什麽呢?近期有些事的, 其中一个就是李佳琛这个事件, 你说小业科而已,但是由小建大就是怎麽呢? 就是专业教育学院,其中有一个院校, 他们都搞很多希望稳定市场, 稳定年轻人等等,他都很努力, 从这个角度我完全不否定的,是吧? 搞了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职经验, 就找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林家栋, 一个就是李佳琛,这些都是新闻来的了, 不过后来的新闻还引起大家的关注, 就是你将一些图片放上去,推动一下大家关心一下, 这是好事来的,不过突然间有一张照片删除了, 当然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大合照删除了, 删除了之后大家觉得这麽有趣的, 本来是没有东西的, 接着放上去的时候,李佳琛就不见了,是吧? 我第一个看见这个科技, 类似这样的,第一张照片是怎样呢? 就是四人帮,四人帮倒台的时候, 倒台之前全部站在那张照片是跟毛泽东围体告别的, 个个都站在那裡, 到最后他倒台之后,那四个人就不见了, 那些照片你看看,外国资料全部都有了, 好了,不是讲那时就讲,忽然间是这样的, 跟着就是这样才开始关注, 跟着消息就很多了, 有些人说,不是,其他照片还有什麽什麽之类, 又说上又说下, 总之就说,导致不必要的误会就不好了, 这个不必要的误会是怎麽来, 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又没有详细资料的, 总之我经常讲,关键就是那个事件的过程, 处理和原意, 你说原意是误会而已,问题讲效果, 等于现在官员都说,你造谣, 你虽然更正了,但是你不准确,或者什麽这样, 接着就说你伤害已经造成了, 官方有它的角度, 但是现在你这样做, 对那个民心的稳定有没有作用呢? 好了,跟着就怎样呢? 大家开始就看回资料了, 其中一个可能性,没有人震撑得到, 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2019的时候, 李佳心是呼吁过大家做选民登记的, 他只是这样讲而已, 他亦都很清楚,他讲到从来没有涉及到, 没有想过香港分裂、独立,是吧?从来没有, 但是不知怎样是被人拿过出来讲的, 2019,大家要注意背景, 跟着有些图片、活动在国内被打扎的, 看不到的样子,是吧? 你说有时有,有时没有,怎样也好呢? 我经常讲,就是说这一个就是, 你有一部份的寒蟬效应出来, 就会演变出其他的后果, 很强调是没有人,即是整件事里没有人搞 什麽港独,没有人要分裂国家, 也都很清楚地说明了, 跟着这件事引起一些网民讨论, 其实是2022等等的时候, 你说过,提过是希望选民登记做的, 不过那时候是建制题的, 因为那时候泛民已经被人踢走了, 到2023,你说区议会选举等等来讲, 大家都说登记做选民,登记选民, 但是到最后投票率都很低,是吧? 所以这个是不是似一时也比一时也呢? 我今天想讲的重点不是这裡, 重点就是那个寒蟬效应, 官方说我会禁住的, 但是事实出现了,现在国内开始, 国内的人提出要警惕极左思潮、回潮, 因为国内同样出现类似的情况, 具体讲莫言诺贝尔文学长的得主, 他们被人骂,说以前的作品, 歌颂日本,以前的作品, 而且是你讲莫言歌颂日本而已, 大家一般读者看不到, 但是这个网民的一些小粉红的盲目的破坏性出来了, 国内的景点, 接着龙虎山泉就说你那个山的logo像富士山, 你不相信你讲而已,是吧? 总之有班人无法在政治问题上去发泄, 于是就转为这些,是吧? 你说胡锡进,环球社保释总编辑, 他都被两边夹攻, 为什麽呢?他最近讲过, 对于一些很左的东西,我们要警惕, 他这些是对的,老实讲, 他平时讲很多东西,大家就得一口笑, 不紧要,言论自由我觉得, 但他最近都被左右两边夹击, 左那边攻得他更紧要, 所以国内现在自己本身提出, 避免极左思潮复活, 而这一件事是很自然地, 有一班很精宗亢奋症, 这是一个症状来的,记住, 精宗好,但是你亢奋, 你搞到这些乱这样, 连自己的阵地都搞亂, 这个就是过度活跃症,是吧? 现在这种会否复射来香港呢? 大家是很担心的, 所以好了,从这件事开始提到, 最近一个又是公开新闻, 香港电台架构重组了, 特点就是更加突出官方电台传媒的角色, 你说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但是记住一件事, 全世界有他们自己本身官方的渠道, 但是它是容许其他多元化渠道, 包括骂政府那个渠道, 它都会容许,它会用其他的法例, 当然你说是否它都很新闻自由,不是, 但是不要单一角度看问题, 最低限度给人的感觉是可以平衡的, 有空间的,即使最近大陆有些学者, 他提出清朝的时候, 他言论是开放过现在的, 那他有对比, 这些又是一家自然, 你便是一家自然, 但是别人是有对比的, 国民党年代是被清朝收紧了, 但是现在是被国民党年代还收紧了, 所以这些是国内学者对比一个大历史。 好了,香港电台的架构重整是怎样呢? 事实陈述先, 它电视部将两个部门合并, 一个是公共事务部, 一个是外购节目及机构发展组, 即是公共事务组, 合并成为一个社会事务及首购组, 无所谓,你怎样重组。 我经常讲,工作与工作表现才是重要的。 好了,另外一个就是电台方面, 是中英文的新闻部及公共事务部及资料部, 原本以前是由一个助理广播处长来管理的, 现在降一级就去到电台总监来负责了。 你说,这个有理有弊的, 官方就讲,这个减少了这个程序, 不用一样东西去到这个助理广播处长, 快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 有些是没有人能够拍到板, 所以将那个权向下放了, 但实际上那只锅同样是向下射的。 所以我说单一角度往往是可以观察, 可以成立的, 但事情总是没有单一角度的。 所以看完这个架构, 我从架构调整来说, 我从来不会说有些什麽好还是坏的, 问题是怎样做和效果。 现在大家看到的趋势, 就是说官方传媒作为官方角色是越来越明显了, 你国外都是这样的, 我经常讲我的Term就是越来越明显了。 以前做政府宣传的新闻处, 政府新闻处的工作。 但是现在基本上你所有建制或是倾向官方的传媒, 你这些全部是大型活动, 你盛事办公室等等,你全部要做, 我说不要紧要的, 我经常讲我不会排斥官方某一个角度, 但问题是要容许其他角度同时出现。 我说全部变成了红面关公, 关公都有很多种多面性,是吧? 所以现在这样的改变, 再加上出现了很多汉蟬也好, 自律也好,这个才令到整个世界观察香港, 究竟是宽充了呢?安全了呢? 还是说你这些官方带动, 你推向前,但你收不收到报呢? 你一个力一出去的时候, 下面的人就已经承接着你的力, 要有自我表现,要博上位,挂重取宠等等。 这是一种,另外一些是真的害怕的,是吧? 最低限度它们要保证自己的政治安全系数, 它就令小一事好过多事, 尤其是现在是可以跨境砌你的,是吧? 国内那些,你说这些已经数不升数了, 它自己本身是凭自己的感觉来做事, 它说感觉是没有成本的,是吧? 网上牵起了一个这样的批评一朝, 这个就是过去很多人都提过, 这个叫做网络义和团,是吧? 你说那时候清朝也不想出现义和团,是吧? 但当时清朝是利用义和团去排外, 谁知道后来这股力量是搞乱了自己本身, 到最后清朝都要说你是曾国藩等等, 它都要去平乱,所谓乱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我只是想提出一句, 官方,你现在说香港经济服上等, 你真是要恢复民心的稳定, 第一,你自己本身要想办法压制那个精中抗份症,是吧? 接着你怎样可以令到气氛宽松呢? 我又提一些意见,你只需要不要画线画得那麽明显, 你说有些中间界线的, 你以前觉得它是,或者被某些人认为, 说它是潜在敌对,你只要将这些人的空间, 放出来由官方带动。 你说有些艺人的名单, 在一些传媒上是禁止报道它, 你官方带动开放,你官方的活动请回他们, 我保保整个气氛慢慢回约, 但问题是你官方还是意识形态上, 是被人感觉是慢慢收紧, 而下面的人是帮你收紧, 你看民心怎样恢复,是吧? 所以这个不是单单讲有多少法律通过了, 你怎样吸收外资,吸引外资,不是这样的, 你还要看内部,外国是观察你这个部份的,是吧? 好了,总之建议我们提示了, 看看官方潜注受,是吧? 讲完没有讲,是惯例来的,是吧? 希望今次又有些例外,是吧? 总之好言双劝做了, 大家继续在民间角度努力,是吧? 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